各位方圣秦全的朋友 今天我们要来思考 为什么悦娜不愿意顺服神 给她的命令呢 有几个原因 其中我们叫做悦娜是被差遣去做夸文化的宣教 夸文化就是超越你自己的民主 那这一点对悦娜就是困难在哪里呢 因为这些敌国 俘虏他们 逼迫他们 对他们有很多的不利 所以他觉得说神不爱你们 我为什么要去叫你们悔改呢 你们悔改了就得到上帝的赦免 那我知道他是蛮有灵敏的 那我就不要你们能够悔改得救 这个叫做夸文化事工的阻碍 就是这个叫民主意识 民主意识就是说 我自己的民主 我自己的国家是最要紧的 夸文化宣教 我们华人的宣教到今天的地步 应该是要踏出去做夸文化宣教了 不是主要像自己的民主 假如这样 福音要传遍世界就困难了 当时宣教 近代宣教开始的时候 William Carey Hudson Taylor 这些到 南甸 到中国 不少宣教士 就是突破这个民主限制的观念 你知道当时 有负担 想要去夸文化宣教的William Carey 他只是在做一个修理皮鞋的皮鞋匠 这是他们都要第二个职业以便能生活 他就提啊提啊提到这个宣教部的总部去 他们教他来讲话 你为什么要到这种国家去啊 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在英国这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 你怎么要去那么远呢 谈来谈去 还是不愿意 这个叫做民主意识的阻碍 还好 他去了 不管有没有支持 他去了 还有朋友几个就支持他 他讲了一句话 我就要下井去 你们要在上面把这个神主拉好 就是支持我 使我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异国去 亲爱的兄弟姐妹 今天还有不少的基督徒或是教会 就是受这个影响 除了我自己的民主以外 除了我自己的语言之外 除了我自己的语言之外 我不要讲别国的话语 我不要到别国去 求主灵命 我们要的是除去这种民主意识 第二 惧怕心里 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不认识的民主 惧怕心里太大了 第三 我们自己的限制 限制自己或是限制教会 说没有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能够到那么远去 我们就在附近就好了 没错 今天上帝用奇妙的方法 使许多国家的人来到我们的国家 特别是北面 周围都是异国的 哪一国都有 而且最近神用难民朝 使这些难民到各国去 他们都是穆斯林的 这是神给我们夸文化宣教的机会 教会个人要醒悟 尽我们所能的 看我们能够接受到 跟我们不同的民主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但我们仍然愿意 来向他们传福音 传福音的方法不同 很多 特别是难民来到这 他们需要很多的帮助 我们能做什么 夸文化宣教的阻碍 在我们里面 圣灵要把这些拿走 使我们眼睛打开 耳朵打开 来聆听我们的周围 来看我们的周围 来看我们看不到的国家远方 愿啊 去了 去了 去到哪里 去到 尼尼维城去 感谢圣灵的工作 今天各地各方的人 继续再被神拆遣 但愿你是其中的一位 天父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 有机会 做夸文化宣教 突破我们的民主意识 惧怕心理 自我限制 使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 才是我们要顺服的 主啊 把我们的眼睛打开 耳朵打开 我们要成为 你所拆遣的器皿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